楼梯间商品塞得满满满 任何角落都不放过 平日下午也有不少民众 这边逛逛那边看看 这里是很多人从小逛到大的光南大批发 你所生活百货的台北站田店 传出因为租约到起 还有租金等问题要搬家了 就搬到隔壁洞 在周四的时候已经挂上招牌 从原本的一到三楼将变为B1到二楼 规模看起来差不多 而询问店员并不清楚何时会正式搬迁 只是光南从唱片行起家 没人再听实体CD的时代 为何会屹立不摇 今天来光南大批发 听说是很多外国人都会来的景点之一 被点名是台版唐吉赫德 光南在社群成了观光客必去景点 称他为文具控的天堂 还有人会在唱片区挖宝 找知名歌手早期专辑 而事实上早期许昌街可是唱片一条街 除了有大众玫瑰唱片还有五大唱片 后来搬迁到附近 而光南至今还存活 业界人士透露光南靠商品上架费赚钱 没跟着实体音乐时代结束 除了这些我们说的买卖中间的抽成 当然也会有上架费 或者是所谓通路的广告费 所以这个收入的多元性也能够让他在这个 历久不衰的情况里面撑下来 尽管成功从唱片行转行为生活百货 创立40年的光南压力依旧大 光南以唱片文具打出亮点 南霸天的生活百货像保雅主打彩妆保养 小北百货由五金品牌定位不一 纷纷徽军北上 还有摆地摊起家的金星发 吸引不同客群 只是专家也提出长期来看 如果各家商品大同小异 还是得从服务和价格下手 才能继续活下去 东森新闻 陈玉祥蔡文台北报导 鞋类探 刚刚看东西 我是李杜卫 加油 I will show you 爱你呀